微故事 十月十日纪念日 爱情菜单 作者 雪书人 冬家斗 十月十日 对阿健和阿美来说 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这个是他们的 结婚周年纪念日 也是他们的儿子生日 纪念日 又是纪念日 或者已经有很多人知道 不知道这个世界上 有多少人为了纪念日这件事情 不停地炒 不断地骂 又有多少人为了纪念日 这件事情 不时地带着希望 又不断地失望 阿健 阿美 和很多伴侣 差不多 日出而作 日日而识 结婚十二年 个儿子十二岁 他们每年 都会为这一日 提早安排节目庆祝 各自准备神秘礼物 不过近年 他们两个工作都很不稳定 大家都经常在家 招值相对 他们两个都有一种同样的感觉 就是原来 招值相对的滋味 是这样样的 十月一日 早上七点 阿健坐在餐桌前面 他看着阿美的背影 等着他将荷包蛋 肠仔 和多士 拿出来 阿健 他打开手机 他看到 来自他的讯息 讯息说 你什么时候来 已经拖了很久了 你再不来 这个机会 我会给其他人 阿健看到 他立刻 将手提电话的迎光幕 关掉 这个时候 阿美煮好的 肠仔蛋早餐 刚刚放在桌上 阿健心想 应该早一秒 将电话的迎光幕 散掉 不知道阿美刚才 看不看到这个留言 阿健 再看看电子邮件 他收到 慈善团体的工作邀请 有人工的 他心想 太好了 有几日出去 可以名正言顺 出去 他看着 他看着 在吃早餐的阿美 大咤大咤地 在吃早餐的阿美 阿健突然觉得 对阿美 有点怯异 他想起 他们 初相識的时候 究竟 这段姻缘 算不算是 一单买卖呢 而且 有没有错配呢 十月一日 从早上七点到八点 阿健就在想这些 十月一日 早上七点 阿美在厨房做早餐 五成熟的荷包蛋 腸仔要开边 多士要厚切 这个 是阿健的喜好 他从厨房窗的倒影 见到阿健 坐在餐桌前面 他拿着份早餐 慢慢 走到餐桌前面 然后放下 已经将 手机螢光幕 关掉的阿健 拿起刀叉 等吃 阿美 听到阿健 收到慈善团体 有人工的职位邀请 他心想 太好了 他不在家 自己 有几天 可以出去 然后 阿美的手机 有来电 开了静音 关了振机 阿美不想 在阿健面前 接听这个电话 他心想 叫了他 不要这么早打电话来的 不方便的嘛 看着眼前的阿健 他又想 阿健经常说 这段婚姻 其实是一宗买卖 买卖啊 每年的纪念日 阿美 总是会 想起他们 初相式的情景 我们下期再见 好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